大家好,欢迎来到Mass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对象的属性的一些基本操作 那这节课我们接着往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对象的一些基本操作 其实我们已经学过了 那接着我们来声明一个对象 或者创建一个对象 它里面可以包含属性 当然呢,我们属性其实还有一些更深入的东西 像我们的属性的特性 包括我们的对象呢 我们也有一些对象的一些特性 包括我们对象的原型 这也是我们在课上经常说到的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来详细剖析一下这个对象的基本结构 包括我们属性的一些特性 那来看一下 可以先通过一张图 我们来画一张图 通过这个图呢 就可以很好的来理解 我们这个对象的这个属性 当你声明一个对象 它的一个结构 假如说我们在这来创建这样一个对象 像我们写一个 一个空对象 OBG等于一个号口号 或者里边有一个F4E 对号Y2 好,这样的效果 我们重新来 把它删掉 那我们在这来声明一个对象 放到这儿 那其实呢 我们对象的结构 假如说在这儿 有这样一个对象 OBG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对象了 对象中有两个属性 X是1 Y是2 X是1 Y是2 放到这儿 好,那接着我们可以来通过对象 点上X 得到这个属性 只是1 点上Y得到这个属性是2 其实呢 我们这个属性 写完之后 每个属性 还有一些相关的属性特性 来看一下 在这儿呢 就可以有这样几个属性特性 放到这儿啊 有哪个属性特性呢 像这个属性是否可写的 我们可以有WriteTable 包括是否可美举的Inurable 包括是否可配置的Configurable 这是我们属性的三个特性 包括还有像我们的GetterSetter 这个之后我们也会学到 得到或者设置我们的属性 或者两者都有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属性的几个特性 属性的几个特性 这个图画的不好啊 先看一下 这是写完这个属性之后 每个属性会有这样的 一些属性特性 每个属性都有 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分别来设置 每个属性的特性 那其实呢 这个对象 除了有这个属性特性之外 我们的对象呢 还有三个和对象相关的一个特性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对象的原型 我们直接在这来写啊 对象的原型 你可以写Proto 第二个呢 还有我们对象的类 Class 包括第三个对象是否可扩展的 Extensible 这是对象的三个特性 三个特性 那接着来看一下 这三个特性 我们给大家放到这 现在你声明了这样一个对象 创建了这样一个对象 里面有两个属性 当然呢 你可以通过 obj.x得到1 obj.x等于2 这样的效果 这是通过对象 直接亮的形式 来创建的这个对象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什么呢 也可以通过像 new function 表示我们再写一个 function 创建这样一个函数 接着我们可以来写上一个 fo 点上一个 proto type 这代表对象的原型 点上一个z 表示等于一个 5 这样的效果 接着呢 我们来再写一个 y一个obj 1 等于一个new 或者obj吧 等于一个new fo 这时候我们通过 obj 点上一个z 那现在 你得到的指示几啊 对 你看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 那这时候 你写了这样一个对象 这是我们通过 构造函数的形式 创建这样一个对象 或者我们就拿着 一张图为例 obj 那接着 你写了一个 fo.prototype.z 等于5 那它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对象的 原型属性 这个原型属性呢 也是一个对象属性 点上一个z 等于5 其实呢 在这块就相当于指向了一个 在上方 这个对象的原型 它呢 就是 proto.f prototype 代表对象的原型 放到这 在它的原型上 你又写了一个属性 z等于3 z等于3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通过 obj.z的时候 发现对象上 没有这个z的属性 接着它就往上找 到它的原型上 来查找 那在它的原型上 发现了z等于3 所以说此时的值是3 这样的效果 那其实呢 我们说了 这个prototype 每个对象 都有一个原型 它也有原型 再往上找 它的原型 谁呢 就是我们的 object.prototype object.prototype 这是它的原型 object.prototype 再往上 其实呢 它的原型 就是一个n值了 这是我们这个 一个对象的一个结构 那其实呢 你看到这样一个形式 就是我们的这个 对象的一个原型链 这样的效果 对象的原型链 这就是我们的 所说的这个原型 那其实呢 我们每个 加sq对象 都和另外一个对象 关联 另外的对象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原型链 那其实呢 我们对象的属性 都是从我们的原型上 继承的一个属性 每一个对象 都从我们的原型 继承我们的属性 那不论是我们通过 对象资源量的 形式创建对象 还是通过new 构造函数的 形式创建对象 都是有这个原型的 像我们要是通过 对象资源量 创建的对象 我们可以通过 object.prototype 获得对对象原型的 一个引用 那如果说你要通过的是 我们的new 和构造函数 创建的对象 它的原型就是 构造函数的 prototype 这样一个属性的值 同样的 它也有原型 再往上找 object.prototype 那其实呢 有的时候 你看我们写 可以写这样的效果 object 写成一个fo 或者obj 点上一个toStream 那其实呢 是没有这个方法的 你看 在我们的obj上 是没有这样的方法的 但是呢 你在运行的时候 得到的是一个function 那这时候代表着什么呢 那写着 在它的原型上没有 接着再往上 在这个对象上没有 接着再往上找 在它的原型中找 是否有这个toStream方法 也没有 接着再往上找 对 到了我们的顶层对象 object.prototype object的对象 是object.prototype 这个对象 是有这样一个方法的 toStream方法 所以说 也是我们 不管是自定义的对象 还是我们大部分的 内建对象 它都是有这样的 toStream方法的 当然呢 我们这个方法 也可以重写 也可以重写 都是从我们的 这个object.prototype 这个对象上 来继承的相关属性 同样的 假如说我们要 new一个array 那它的原型 就是array .prototype 另外一个data 它的原型就是 date.prototype 那也不是说 我们所有的对象 都有原型 那没有原型 对象也有 谁是没有原型的 对 我们的object.prototype 它就没有原型 它不继承任何属性 它的再往上呢 就是一个none值了 那它呢 其他对象呢 都是有原型的 都是有原型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个原型列 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测试 我们也可以来写一个 例子 来看 vr写成一个 function 就那我们刚才的为例 一个空对象 接着我们可以写成一个 起个名字 fo 接着我们通过 声明一个obj 等于new一个fo 在此之前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原型上 fo.prototype 点上一个 像说我们写成一个z 等于一个3 创建这个对象之后 我们向对象中 添加两个属性 可以动态来添加 写一个x等于1 obj.obj.y等2 添加了两个属性 这时候我们想得到这个属性的值 我们可以写 console.log obj.obj.y obj.y 这两个得到1和2 大家肯定知道了 来看一下 写了一个VR 我没有把它付给原料 直接来写 转心 得到一个1 一个2 那接着再看 我们写一个obj.z 你看到obj的对象 上有这个z属性吗 对 没有 没有的话 继续向它的圆形上去查找 发现它圆形上 是不是有这个z属性呀 值是几 对 值是3 所以说此时得到的这个z 是它圆形上的这个值 你看 得到了这个3 是从它的圆形上找到的 而obj是没有这个属性的 接着你也可以再来写 console.log obj.true String 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呀 来看一下 得到的是一个 function 对 function 包括你要写 要这个方法也可以 你看一下 得到的是object 输出了这个对象 那现在你看到 我们不论是toString 还是这个属性 在我们的obj上 是都没有这个 那接着它往哪找 往它的圆形上 圆形上也没有 你看我们刚才画这个图 圆形上也没有 再往上找 找到谁了 对 找到object object 叫prototype 它是有这个属性 或者有这个方法的 所以说就得到了对应的值 那如果它也没有的话 那返回的 就像我们返回一个 未定义的 undefended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看 我们圆形上有了 我们把它住掉 接着再看 我们再写一个 那此时你再写一个obj 点上一个z 来设置一下这个属性 设置一个属性值是多少呢 写上一个12 那现在这个对象上 是不是多了这个属性了 z 对 没问题 就相当于在这儿 我们对象上 也多了这样一个属性 z等于12 我画一个 那此时你再访问obj.z的时候 他先在他的对象上找 有没有啊 对 有 那此时得到的值就是12了 你看obj.z 就不是我们圆形上的 就不用到他的圆形上去找了 此时得到的值不是3 而是多少 是12 你看一下 是12 那接着再往下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obj 里边这个对象里边的z属性删掉的话 obj.z 此时你再来输出 那现在得到的结果是多少 对 来看一下 是多少 是3了 这3哪来的 他发现自己对象没有了 是不是又往上去查找了 所以说得到的结果是2 3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需要搞清楚 搞清楚 那接着如果我们把圆形上的 删掉了 圆形上这个z属性删掉了 obj.prototype for.prototype obj.z 删掉了 接着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obj.z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是多少 对 undefended了 确实也没有了 看一下 当你使用delete fo.prototype 把它这个也删掉了 就相当于他也没有了 他也没有了 他也没有之后再往上找 到object.prototype 去查找 有吗 没有 没有的话 此时得到的指示多少 对 undefended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对象形成的这样一个圆形列 每个对象 都有这个prototype 这个属性 所以说在这儿 我们也会往后也会学到 看到这个object的对象 在这儿 内建对象中 object的对象 object也是 JavaScript中 所有对象的一个复级对象 我们创建的所有对象 都继承一次 包括我们的内建对象 包括我们的内建对象 这一点需要知道 这是我们形成的这个 对象的一个结构 也是我们这样一个圆形列 好 那这是我们通过 不论是字面量 还是我们的构造函数 那接着我们还在之前说过 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呀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通过object.create这个函数 也能创建我们的对象 我们把它除掉 它是基于我们对象 它的第一个参数 传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圆形对象 创建的一个新对象 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下 再来上面一个 obj等于object 这个对象 create这个函数 它的第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圆形对象 那此时呢 我们就是基于这个 圆形对象 创建的一个新对象 当你这么写的时候 相当于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形式 obj对象 obj这个对象 接着再往下 它的圆形是谁呢 圆形就是我们这个 x等于1 x等于1 这是它的圆形 接着它的圆形是谁呢 对 是我们的顶层了 object 这样的效果 它再往上 就是none了 在这里简单写了 一个none null 把这样一个图 难看一点 但是能捋清我们的思路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一点 也需要知道 也需要知道 那其实呢 你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 每个对象都有属性 就刚才 就拿刚才我们所说的 先把这个放一下 来 还拿刚才这个为例 这两个对照的来看 比较方便 好 我们再写一个吧 function fo 接着 for 第二prototype 在圆形上 设置一个属性 等于一个3 接着 y一个obj 等于new一个fo obj 对象呢 添加一个x obj 添加一个对象 y 那现在这个对象上 有几个属性 这个对象本身上 有几个属性 对 有两个属性 那我们想检测 我们对象上 是否 有某个属性 我们第一个 可以通过 in来检测 通过 in 检测 对象上 是否 有某个属性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console 点log 一下 检测一下 x 是否 在我们这个对象 obj上 那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 是的 处 反复的是处 同样的 y 是不是也在上面 对 也是处 接着我们再看 console 点log 一下 z 在不在我们这个 对象上 来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 在不在呢 也在 那现在这个对象上 有这个属性吗 对 没有 没有 在往上哪找 对 往它的 圆形上去查找 圆形上 是不是有这个z属性 所以说 得到的结果 也是真 是通过 in 检测 对象上 是否有某个属性 是不是也可以检测 它继承下来的属性呀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看 点log一下 写成一个to string的一个属性 in obj 那现在这个返回的结果 是真是假 来看一下结果 也是 处 那接着你发现 它圆形上 有这个属性吗 没有 再往上找 找到谁了 object 的put type了 对 它上面有 所以说也是真 那接着你要 访问一个不存在的 那确实也没用 写上一个 not exists 这时候 得到的结果 你看 就是一个 false了 确实也没用 不论这个对象上 还是它圆形上 还是它顶级上 一直插到最上方 是不是都没用 所以说 返回的就是 false 那如果说 我们不想检测 是计算下来的 只想检测 这个对象本身 是否有某个属性 这时候可以通过 这样一个方法 通过谁呢 通过我们 通过 has own property 通过 objected has own property 来检测 某个对象上 是否有 这个属性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consul.log obj.has ownproperty 检测一下谁呢 检测一下这个 x属性 那这时候 我们这个对象上 是不是有x这个属性呀 所以说它返回的是 真 接着我们再一起来写 再检测一下 y 再检测一下z 检测一个z吧 再检测一个toStream 首先第一个 这个返回的是处 没问题 那再看z 这个z是这个对象 自己有的属性吗 对 不是 是不是既成下来的呀 所以说 它返回的应该是一个 false 那同样的toStream 也不是它原形上有的 是不是从object 点prototype 上既成下来的呀 所以说它返回的也是 false 应该又出现一个 处两个false 来看 一个处 两个false 通过has or property 来检测 是否有某个属性 只是这个对象 自己的这个属性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个对象 自己的这个属性 继承下来的 不算 那接着再看 如果说你把这个z也删掉了 啊 delete 两个false 两个false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通过 in和has on property 来看一下 这个属性 到底属于它的对象上 还是它的原形上 还是再往上查找 那接着再看 我们刚才说到了 我们通过object decreate 创建了一个对象 它是基于这个对象 创建了一个新对象 就像我们刚才画的那个图 这些呢 我们就诸掉了 啊 那现在你来看一下 把它启用 那接着我们通过 打印一下 检测一下谁呢 .log 我们再写一个 obj.y等一个2 obj console.log一下 obj 写成一个x inobj 现在看一下这个结果 xinobj in呢 检测的是不是 对象是否有的一个属性呀 不论是继承的 或者说 在网上查找的 只要有就可以 那接着再看 写个console.log obj.has on property x 你想一下 这两个的返回值 它是检测这个对象上 真正是否有这个x 那它返回的是真是假 对 是真 那下面这个呢 返回的是 假 它这个x是从哪来的 从这个对象上 继承下来的 像我们刚才画这个图 也很明确了 是从这个对象上 继承下来的 obj个上 是没有这个x的 那接着你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 true false 按照我们分析的结果 true false 那接着我们再变一下 我们再写一个 console.log y inobj 它的结果是多少 包括 obj.has on property y 这时候 它们两个得到的结果 来看一下 应该都是 true 因为这是我们后来 给这个对象 添加的这样一个属性 真正的是在 obj的对象上 就相当于在这儿 你来写了一个y 等于 二 它是属于这个对象上的 同样的 你通过检测 它自己的属性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值啊 对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这样一点也需要注意 但是还需要注意 我们通过 object.create 也可以创建一个什么呢 我们也写过 这样的形式 再写一个 obj1 等于object.create 你传进一个not 或者是一个undefended 它们两个都没有任何的继承属性 它们的值呢 就是我们的not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这个呢 我们在之前也写过 但通过这一节课之后 我们就更能明确 这个对象的一个结构了 更能明确 对象的一个结构 像我们这个has own property 在这块 我们也给大家列了 只不过还没有看呢 来看一下 在这方法这 检测 has own property 在这 在object.prototype里边 有这个 检测某个对象 是否有指定的自身属性 它是从我们的object.prototype 这个原型上里边的方法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来使用 这也是继承下来的 那这一块呢 先把我们这个对象的 一个结构搞清楚 这样一个原型链 搞清楚之后 下节课 我们再来看 和属性有关的 这几大特性 这几大特性 包括我们对象有关的 这几个 对象有关的 这三个相关的对象特性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